那么在一般讲修学有三个层次 中文里面常讲 第一个是关照 什么叫关照 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 时时刻刻提醒 这是关照 关照功夫得利了 在我们净土中来讲 就是功夫成片 有这样的功夫 决定得生净土 为什么呢 念念能够不明 念念提得起 关照 在我们净土中就是佛号 这个心地才动念 六根切出六成境界 心里头起了念头了 念头呢 不外乎善过嘛 顺自己意思起了贪心了 不获自己的意思起了诚会了 会动这个念头啊 没有为神的时候起无忌 这都不好啊 所以六根结出六成境界 它警觉性很高 念头一致 念头一致 阿弥陀佛 立刻转到阿弥陀佛 这个在宗门里面讲啊 就是 观照 就是观照的功夫啊 古德所谓是 不怕念起 不怕念头起 不怕念头起没有关系 要紧着的快 这个佛号立刻提起来 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了 这是观照的功夫 观照功夫深了 深的时候自自然然的 这些妄想念头不起了 这功夫真能控得住了 不起了 这就是肆意性不乱 这个在宗门讲 这个在宗门讲 照诸 照诸是得定了 禅定一些钱了 到最上层的功夫 照见 你看我们读心经 观自在菩萨 照见五云皆空 那个照见呢 见是智慧开朗 从定力都开会了 在我们见读中说 礼仪心不乱了 那是照见了 照见五云皆空 五云皆空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见到宇宙之间 一切乏 真相 是无所有不可得 这两句话 佛在大般若经里面 重复了几百遍 所以你将六百卷大般若 浏览一遍 其他的都记不得 都忘记了 这个印象可太深太深了 只要你记得这六个字 六百卷大般若的精髓 你就得到了 这世尊说法 确实有它巧妙之处 重点总会让你记住 为什么这个无所有不可得呢 金刚经上说的话 明白了 其入这个境界 那就恭喜你 你了不起了 为什么呢 你证得无僧法人的果位 无僧法人 就是明了 刹那经 一切乏不僧不明 僧灭同始 楠言经上讲的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就是刹那经 所以是无所有 所以是不可得 这是死是真相 你以为有所有 你以为有所得 这是妄想 舍法界的众生 不要说六道了 都没有离开妄想 可见的妄想这一关 很难突破 突破妄想这一关 你就脱离舍法界了 你就如一真法界了 所以功德必须要修 负德也要修 负德 责重在思想上 功德 责重在心地上 accustomed 不能都是 肯死 责重在心地上 非常生订 比刀